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們要開始介紹的是 如何起始 起始就是我們要前四條 要把它起始起來 以後會穿線比較簡單 那一般我們會有聽到 人家說兩線病然後這個夾 其實兩線病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我們來講以30磅來說 你拉兩線病拉 你的拍頂瘦一次30磅 你拉一次你拍頂第二次 右邊再拉一次第三次 你的拍頂 是整支球拍最弱的地方 可是他一開始七次 要傷他三次 所以我們就很不喜歡這種方法 對於我們來說 球拍是我們第一個要保護的 第二個是線 第三個也是最後的 就是我們球拍的夾具 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當有事情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就會選用剛剛的順序 來去選擇我們要接下來的步驟 所以我們改變成我們用 踢頭這邊來做支撐 因為踢頭是球拍最強壯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選擇用這個拍底 來做其實位置的支撐 首先我們先把線拉出來 兩邊拉起來 我們會靠這一邊 好 所以第一條我們就兩線並拉 記得你在穿線的時候 你開始要先調整一下 你的夾具的位置 好 這樣子當你在夾線的時候 會夾得緊 夾線是這樣子 當我們夾下去 我們靠上面靠著 當下面去夾進來 這樣子 然後我們站留到這邊 那當然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 其實記得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拉直線的時候 一定要左一右一 左二右二 這樣子拉 除非你拉的磅數很低 那你就可以亂七八糟 原因是像工廠法 如果你拉15磅 那基本上球拍也不會有什麼 太大問題 可是你拉30磅 用工廠法 那球拍就很傷 因為它從側邊起始 所以我們盡量往中間 好 我們今天穿的磅數是26磅 開運拉 你在拉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一邊其實只有13磅左右 因為它們兩條線一起去支撐這個力量 當然你的線長不一樣 不會完全一樣 但是差異不會太大 所以我們先拉的這一條的線 其實對它的差異並不會很多 我們可以忽視它這邊 一開始給的張力 好 那這一個地方 我們要補拉線 因為它補到磅數 這個時候 你就要控制好你的手的習慣了 因為一開始穿線你不習慣 你會不好 不知道怎麼做 可是拉習慣就簡單了 只是就是你要去訓練它 好 我們就來 我們先來補拉 補拉後放 放掉 其實很簡單 但是一開始你會手忙腳亂 不知道怎麼弄 所以會比較麻煩 好 當補了以後 我們再拉一下 再補一下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 我們這邊的連釘 它非常的容易 卡磅數 所以 我們的做法是 前幾條 我們都要去撥動它 確保它的磅數是足的 是OK的 好 所以我們就像它剛剛主力完了 我們現在穿右衣 一樣 撥棒 好 來撥一點點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拉 右 右邊第二條 原因是 我們左邊已經有 大概12磅數了 所以 我們現在拉右邊 相對之下 我們力量的效率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先拉左邊 其實也沒差 因為 一樣意思嘛 就是左一右一 你左二右二 你先 右二左二 也是OK 好 反正我們就習慣這樣拉 欸 你們這個時候已經會覺得 那夾子怎麼辦 為什麼 因為這邊 因為我們這邊夾不過去啊 我們會撞到啊 其實我們就是放掉這一邊的夾具 然後拉它過來 那一定會說沒有夾著 那力量夠不夠 其實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我們的雙黏釘 其實它的摩擦力是很夠的 所以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會有很好的支撐力 所以 它是不會跑棒的 好 所以我們再來補最後這一條 就完成我們的起始囉 這時候你扶好 免得它掉下去 好 一樣 撥一撥 然後我們夾上去 好 夾住 好了 那就完成我們的起始啦 好 那我們起始完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認識 開始拉線囉 那各位可以想像 我們的線啊 長短都不一定 每條的長短都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會提倡 欸 線 同樣的磅數 線越短 它的硬度會越強 這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比較短啊 所以 我們要施與 我們要減少它的磅數 來 更符合 球拍的形狀 那這樣子的好處呢 我們在打球的時候 我們打拚一點點 其實它還是填區 原因是我們在旁邊都降棒了 對 所以 反而 這樣方式除了對球拍更好以外 因為我們的張力減少了嘛 對球拍整體張力減少 那 對我們打的人來講 又更直接 就是 不會很重要 像打錯一樣 很硬這樣子 好 那你記得 當右邊拉線的 你就做另外一隻手 就要趕快去 撥線 把線弄 拉線先抽出來 不然你會浪費很多的時間 在領線弄線 你拉完你再去弄 那你時間會拉很多的 好 那我們這邊就開始 就 加速囉 那我們在這邊講一些小技巧 當我們在 把夾子移過來的時候 因為其實他們都會有一些角度上的公差 所以我們夾住以後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撥一動一下 讓它 稍微正一點 然後你比較不會有 角度偏差的問題 但是其實差一點點 其實差異是不大啦 但是就是說 這樣子也許 你會更好 夾 然後更好 不要讓它移位太多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 左一條 右一條 把所有的直線先穿好 記得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下夾子的時候 一定要先放座 再放夾 原因是 當我們的座 我們先放夾 如果不小心有偏移 往下拉的時候 它會磨線 會傷線的 放了座以後 你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鬆的 是這個概念 當然 你說 因為我現在用的這個是東洋的夾子 就是所謂歪歪的夾子 那它不太會磨線 其實是 可是 你把它養成習慣了 你不管以後 你用什麼穿線機穿線 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最好還是一樣 就是先放座 再放夾 直接這樣硬尻的 那我們就 不多說了 對 好啦 我們直線最後一條 要拉囉 因為我們等一下直線要先拉中間 所以這邊先去夾 我們等一下會走上二上一的方法 所以上二的位置 我們不要夾在它 要夾在它之前 不要等它擋到它的路 好 那我們 短邊這邊 我們就先做佔流 那佔流 我們中間這個墊片 其實你 看你要用什麼材質都可以 其實很多的人 就是用皮革 然後把它弄一下 去墊著 就算它要壞掉 也要很久以後才會有這個問題 好啦 那我們直線就穿完囉